那今天我们总共的案例有493例 那7例是境外移入 320例本土 那166例校正回归 自从城市中22号抛出校正回归这一概念后 每天的校正回归个案都有数百例 让不少县市政府颇为忧心 认为这不利于对疫情趋势做出准确判断 所以他们不等疫情指挥中心的校正回归 先行一步公布确诊病例 也许明后天会校正 可是我们等不及校正 那因为一个家族就高达10个人确诊 我们高度重视这个事件 所以今天会就这个案件特别提前宣布 让市民朋友及时进行防护 台中128号公布了本土确诊个案10人 但也提前公布未被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进行案例编号的确诊者 其中在台中潭子区一个家族 就有10个人确诊 但9个人都还没有被编列案例好 而在台湾疫情的重灾区 台北市与新北市 自5月15号升级为三级警戒开始 已经连续15天 本土确诊病例数破百 台北市政府准备在5月30号 进行四级防疫警戒 扩大管制的兵推演练 根据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划分的疫情警戒标准 四级指的是 14天内平均每日确诊达100例 且一半以上找不到感染源 包含了商店停业 民众要限制外出 或者是说要扩大封锁 交通管制等等 我们都有进行了预演 那么由于今年的状况 跟去年很明显的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台北市政府进行内 的确有计划要再进行 第二次的兵器推演 在四级警戒下 台北市除了大众运输 私人运输工具也要限制 并管制民生必需品 但批发市场跟大型公有市场 暂定不会关闭 也严拟收容独居老人 弱势群体等配套措施 在疫情同样严重的新北市 市长侯友宜透露 新北去年已有过 强化扩大管制升级推演 目前有14个区都在升级实战演练 未来会根据疫情滚动时升级 目前强化三级 再来预做升级的准备 而根据去年新北市实施的 四级警戒管制兵推演练 规则包括市民禁足21天 每周仅能外出采买物资三次 以身份证尾数分流外出 且对外桥梁 车站 道路都会进行管制 另外 桃园市长郑文灿29号 主持防疫会议后也表示 第四级警戒有居家令 民众不得擅自外出 还有交通封锁等 他表示 桃园也会尽早规划相关的兵推演练 未来假如有可能提升到第四级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进行这个规划 那么也会进行所谓的兵推演练 居家令如何执行 对于疫情肆虐下的台湾社会 民意也在迅速变化中 根据台湾TVBS网络问卷最新民调 参与调查的45万民众中 有高达91%表示 担心自己被传染到新冠肺炎 95%的民众担心 台湾新冠疫情会扩大传染 而对于民进党当局防止新冠疫情 有79%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 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近一段时间的表现 有80%的人表示不满意 只有18%表示满意 民调机构指出 这可能显示新冠肺炎疫情问题 将严重冲击蔡英文的声望 另外台湾远见杂志 也针对岛内企业主 及中高阶主管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超过7成受访者 对台湾疫情发展不乐观 对民进党当局的防疫作为不满意